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 Radio 2011 等我休息這幾個月吧 我在樓梯上有露啤的樣子 要先放假 但你要說一下 你不要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對 也要說自己可以過一些很舒適的生活 不是舒適的 別被消費主吵醒 首先說一聽這些消費主的廢話 你已經知道這些是左撲 但是左撲是不對的 這裡有條線 那邊是左撲 左撲 我喜歡左撲 左撲 左撲 以身犯險 全民發聲 活化城市論壇 提升正義品利 逢星期三晚10點至11點半 My Radio 有馬祖黎 劉翁 星視醫生 城市再談 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新海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義芳 新海百年華滄桑 新海百年華滄桑 真正好創作 阿錢你剛剛搞完那個活動 先來介紹一下 先來介紹一下 有幾多人參加 那些人反應如何 幾多人參加這個是秘密 但是反應不錯 因為參加的人都很熱心 而且那天真的很熱 他年輕多 2個都有 有 有沒有去滿清大街看看 有 有 又帶過去三貝豪 去逛逛 也有一些第一次也有參加的朋友 今次又再參加 所以反應不錯 三貝豪的風景很漂亮 有啊 現在就看看三個星期左右 三個星期又一次考察 到時跟大家公佈 麥兄 6月3號 人們倆在中聯辦有一個晚會 相當不錯 那晚其實挺好的 八九民運動今天來講 第一次在中聯辦包圍中聯辦 直至包圍中聯辦要求 報紙 我看翌日的報紙一張 蘋果 那晚我又回到 其他人我沒有看 回到去看Now的新聞 100人左右 實際上有多少人呢 我去到很晚了 那時候有100多人 但遊行的時候不應該只有100人 也不少 也不少 因為我們那時候 每一張花都排不少 每一張每一張花都排在中聯辦門口 其實那個活動人不算少 不過當然了 現在警方說的數字 永遠幫你減半 減半 你乘2就差不多了 就是百零人乘2 200人左右 200人左右 第一次 還有那個地方很窄 我去到 我都看到馬路 馬路上乘了一個台 警方就唯一 真是馬路 真是馬路 就匹了一條行人路 其實總之來的 馬路都很窄 那場地第一次 搞一個集會 那時候的氣氛挺好的 因為我們直到六四 明晨12點六分四秒 至黃明解散 是 是 22年前 解放軍進城了 那時候學生都走了 那我們也要走了 是嗎 不走 彈車開你過來 當然了 香港警方你不走 你也要抬你了 那好像又投射過 平反六四的字 是 中聯辦 相當不錯 都不錯 氣氛不錯 當然我們不是說氣氛 主要就是希望 能夠把信息帶上去 22年了 北京你還不平反六四 等什麼時候 大家等不及的時候 他又很危險 他自己也很緊張 現在整個中國大陸 其實都很糟糕亂 警告他 也有城管 這時候大家唱得不錯 我們背景 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12點 12點 我到了 最後拿麥克風的就是我 因為我11點多才到的 你忍住在裡面 所以我都知道這個 當然會有我放 才會放出來 沒有我放出來要什麼 其實這個都相當 現在人民力量搞活動 我們都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以都 警方其實挺緊張 你擔心我們衝過中聯辦 這樣那樣 我又想 衝來幹什麼鬼 我們和平理性非暴力 顯示市民的決心 夠了 當然我們還可以容忍一下他 等下他 遲些再不平反 我們明年真的衝過去 衝不衝 第二年才算 總之今年人民力量辦 這個六四的集會 都算成功 真的OK 五十五十 人都有二三百人 其實我來的時候 我問過的人 也有四五百人 其實數字很難數 因為他兩邊 剛剛那個舞台就在 那個人群的兩邊 就集住了 人數其實都很難數 那我們六三搞搞 六四十五萬人 就是維園 多厲害吧 好啊 講講六四了 六四這個維園集會 我們人民力量有籌款 我負責銅鑼灣那邊的入口 麥兄負責天后那邊的入口 沒錯 但是我們 我一直由六點幾到七點幾 那個反應都挺好的 我們前雙招一直都滿 一直都滿滿 但不知道為什麼 七點半 將銅鑼灣入口 封了一條 這個 你們那邊就是 我們天后也是 那邊都是 然後突然沒有人 為什麼 警方把那些人 帶遊花園 帶人遊花園 兜去草地那邊 泳池那邊有個門 兜進來 兜到草地 搞到我們那邊 沒有人潮 對 人不斷帶 其實警方似乎想 令人 很煩 入會場很煩 寧願走人 對 當是來了 所以這個是警方的 這個慣用手法 等於我們去遊行 他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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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這個電腦應該差不多 20年電腦 應該已經夠了 十年了 好 新品馬草泥那邊 我們帶馬草泥在一起 就在桃灣那邊再擺檔 也有很多人進來 去到9點3 多人進場 厲害 所以今年其實 15萬 我想不止15萬 還未算進場 進不了場 所以這個是 就在經驗 那麼 人民理論籌有多少錢 知道嗎 公佈也無所謂 無所謂 有人說 五萬多 五萬多 有些團體說自己十萬 有十八萬 差不多 我們那邊的磁商 五萬多 五萬多 不止的 好像有一張一百元的支票 不是誰扔下去 有一張一萬元的支票寫著黃毓民收 不知道就算是他 我們那邊應該是 是你那邊 是你那邊 不知道就算是他捐給黃毓民自己 還是捐給人民力量 當然是捐給人民力量 要運回玉民 拿回來 OK 好了 這裏 這裏 背景就是散了 散了 有一班 我們陳州青年父母社 一班年輕人 拿著很大資金的中華民國國旗 在那裏飄揚 引了一班 有其他認識 不認識 那些年輕人 每個人都走過來拍照 場面都非常感人 有些又敬禮 又肅立 大家都對這支國旗的尊敬 不減當年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活動都看到這支旗 很多人都會問 喂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相信 其實是兩個意思的 代答吧 你當我答嗎 第一 中華民國的正統 第二 中國的民主就是這裏 唯一中國人有普選的地方 就是這支旗之下 這裏珍貴 就是這樣說 我們屬於泛藍的團體 我們不想爭取香港的自由民主 或者爭取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 泛藍是缺少這個角色的 所以每逢七一或者六四 我們也有些泛藍民主 帶民主國旗去 意思呢 這些爭民主爭自由的活動 香港的泛藍都不可以缺席 都要參與一份子 因為畢竟 中國國民黨在幾十年 過去幾十年都是 第一反共 第二是要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 所以我們都顯示給港人知道 泛藍人士並沒有缺席每一次的 爭自由民主的活動 不過說到這裏 其實我想這支旗不單是代表一種意識形態 最重要是代表一個價值觀 一個普選普世價值觀 基本上這支旗下面的土地 就是台灣 有民主 一人一票選總統 第二 你看到總統都很親切跟你握手 大家小學 你看到總統都走過來跟你握手 他不敢跟你握手 因為他靠你的票去做總統 當然 這些權貴向市民謙卑 這一期之下 中國人的土地 在這期之下的土地 就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這些是我們爭取 期望 中國夢 這裏就是在這期的土地下 實現到了 我覺得這個價值觀是最重要的 好 我們又說完了 這壇又 我們不如說說 上一集我們說了 選管會 有關於未來的選舉條例 就要涵括了 所謂公平的時間 涵括了網台 我們也呼籲 我們也呼籲 他現在又說有個資訊 網台的擁抱 去參加這個資訊會 我們也呼籲大家去參加這個資訊會 因為9號有個資訊會 不過這個資訊會也很偷雞 這次我們也說了 在港灣道 現在又改了 其實只有200多位 可能很多人打電話去樓位 結果現在改了在哪裏 改了這個銅鑼灣社區中心三樓 銅鑼灣社區中心三樓 還要走樓梯上去 又不懂得找 這個銅鑼灣社區中心是很奇怪的 它的地點就不在銅鑼灣站出 又不在天后站出 銅鑼灣仔 在這個銅鑼灣站出 銅鑼灣站出 銅鑼灣站出 然後向著東區走廊 即是海皮那邊走路 那你就會見到 銅鑼灣社區中心三樓 即是你說離開銅鑼灣站 就是天后已經有些過了位 還要去到銅鑼灣站 那就是大家 那天 劉偉的電話 記得打電話 因為去到銅鑼灣都不讓你進去 那在這個 28271269 28271269 我們都呼籲大家 打電話去留位 通常你打電話說沒有位 那不會 那他真的有位就是留位 不會是沒有位 不過我都呼籲大家 無論有沒有位都要去 都要去 打魚就要逼爆他 第一是逼爆他 第二是罵爆他 沒錯 一些這麼不合理 這麼荒謬的事情 這些所謂的行政指令 他不需要經過立法會同意 不用的 他自己可以了 他自己說這些行政指令 他就說是可以了 所以是很離譜的 你說規管就規管了 第一步就是規管網台 然後遲些可能又做些什麼修法來規管 這個選舉23條 提早來臨 如果網台都可以管的話 還有什麼不可以管呢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要 狗襲這些群眾 去罵爆這個政府 阿瑜罵爆 大家去參與 好了 我們說完那些 我們回去進入我們的 北洋三傑 文國 龍虎狗 阿錢興 什麼叫龍虎狗 不是龍虎豹 為什麼 當時的人稱為北洋三傑 分別有不同的代號 代表他們的地位 和野心很不同 三個人 龍就是王士珍 稱為群龍之首 因為在北洋三傑裡面 他是資格最老 和元氏的關係最密切 這位 但是年紀不是他最大 最大是誰呢 等一下告訴大家 最有野心的就是虎 虎就是段祺瑞 這個在歷史上是最多事件發生 也是最有權勢的人 段祺瑞 狗就是馮國璋 這個是三個人裡面 年紀最大的 但是為什麼叫狗呢 原來他很忠心的 他忠於元世海 所以稱他為狗 我以為他的性格 很狗 我看資料 如果有一位叫做 當時原來一起讀書 原來有四個人 一位叫梁華甸 原來就是大家同學 梁華甸 黃士珍 段祺瑞 和馮國璋 原來四個同學 不過呢 如果這個梁華甸 不死的話 可能變成龍虎炮狗 或者龍虎 狗 不知道是什麼 像貓一樣 諸如此類 但是這位梁華甸 早死 讀書的時候死了 其實這四個人 當時都很齊名 但是有一個死了 所以 應該叫龍虎炮 我們香港有本 鹹書叫龍虎炮 剛剛前天解釋 狗 馮國璋 最忠心於元世海 後來也 威威寡歡 因為忠心得到回報 都不是 還可以的 做總統 我心向明月 明月照坑渠 結果就搞到他很不開心 不過呢 可能也要給大家 有點概念上的事情 所謂的北楊三傑 主要就是 元世是一個暴客 基本上是一手帶出來 是 元世海就靠他們 然後就擁兵自頌 然後就跟雙山講掃 令到他成為一個臨時大總統 最後又做總統 最後還稱帝 整個階段都是右腿 帶著北楊體系 是 而整個 當時入了民國 民國初年 民國建立之後 整整個由民國元年 1912到1916年 整個中國 都是所謂的 被這些北楊軍閥 在各省通治著的 1928年 直到打到1928年 最後就是國民黨 國民國民軍 蔣介石 就北伐統一全國 簡單來說 足足有十幾年的階段 十六年 十六年 對 十二年 這段階段 這段階段 都是比較是一個 各省來說 都是北楊軍閥 國巨 佔領 然後 基本上 大家都是擁兵自頌 因為大家都學 對老闆 袁世凱 袁世凱 一天擁兵 大丈夫一天 沒有兵 有兵 天下我有 每個都學他 三個 龍虎狗 三個 我昨天都找過那些資料 以王仕珍的整個過程 不是太多人認識的 比較少 是 龍的 大佬 為什麼他的資料反而比較少呢 段階稅和馮國章 都幾多 對 相對來說 王仕珍的資料真的奉無倫國 不是太多 為什麼他這麼大 但是他排手 應該有很多東西的 前傭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人 有什麼來歷 為什麼有這麼少資料 被人看到呢 在歷史來說 因為 袁世凱 在歷史舞台出現的時候 其實是晚清 而 在晚清裡面 其實 無論是段祺瑞 馮國章 和王仕珍 這三個人 都是在晚清的時候出現的 但是呢 如果說 官職最高的呢 其實在清朝時候 是王仕珍 因為王仕珍在 西外革命之前 就是 西外革命前後 曾經被任命為 陸軍大臣 其實是很高位的 所以 所以 在當時來說 王仕珍 真的是一個 龍頭之首 而 和袁世凱的關係 密切的 也是他 為什麼呢 因為 當袁世凱做山東巡夫的時候 王仕珍 已經做到 袁世凱的軍事參謀 但是 話說兩頭 有些人 就說他是 欠虛 有些人 就說他 就是 老江湖 就是懂得在亂世之中 求生存之道 有些人就說他 忠於清失 為什麼呢 因為在王仕珍 這個 在宣統皇帝 退位之後 王仕珍 就辭去了 袁世凱任命他的官職 然後就告老還鄉 看你的照片 整個 萬清遺老 是啊 戴博帽 鬍子 完全是萬清那些 漢室大臣 滿清遺老 當時來說 其實呢 除了他之外 另一個呢 大家都可能會聽過的名字 叫做張芬 這個厲害 這個 當時呢 就算是入了民國也好 他知道 軍隊呢 全部都是留鞭的 都有一條鞭 鞭子兵 打仗不方便而已 軍隊 就是 有 都不少 好像是 兩萬人的 大約 大約兩萬人 握架 握架 握條鞭 其實 你說是不是真的 都不方便 他當時呢 那條鞭呢 如果打仗的時候 就會枯在那條頸上 是 搖個圈 搖個圈 你看 那些戲 就是 一打仗 咬著把刀 才繳到那條鞭子 才繳到那條頸上 還繳到那條鞭子 當然你說 打仗不方便 但是他那些 清人那種 覺得你漂亮 概念裡面呢 因為他樓邊樓邊出身 滿清遺老 對 終於清失了 我們現在的眼光看 當然是老土 沒有啦大哥 你現在樓邊走出街 被人打仗 也不是有時候 在街上看到的 說到有一個 樓邊很厲害 很有型 說他自己是孫筒的近親 有一個 好了 這條龍 這條龍就是 又是小站練兵開始了 他最早就是 跟袁世凱的 跟袁世凱入 小站練兵 其實小站練兵 真的要講講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起家 但是他那個練兵 不知道 不過最近大家可能沒有去看 那個歷史博物館有一個片 不過可能現在都收了檔了 說了生日革命的圖片 小站練兵的時候 袁世凱真的行德式 是德式 但是軍械是澳式 澳大利 澳空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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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槍最厲害 但是他們訓練軍隊就是這樣 第一行德式出來 還有他們要打野外戰 是 打野外戰 每次打完的時候 第一軍官 一個軍官大學兵 第二戰後 他也是檢討的 是 每次都這樣做 其實這個訓練方式 真的很標準 很標準 因為德國當時來講 是歐洲來講的 陸軍的最精銳部隊 對 所以變成小站練兵 練出來的兵 其實某種程度 第一就是 嚴格中心 很強 第二 也是對袁世凱很中心 對陳級來說 很分明 很分明 所以原生就靠這些小站練兵 練出來的北洋軍隊體系 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北洋軍閥出來 這個厲害 而且在三個人裡面 其實除了黃士真 他是留學日本之外 其實段祺瑞是留學德國的 而且段祺瑞很特別的 他在學校裡面 也是炮科 即是大炮 第一名的 就是優等學生 送去柏林軍事學院受訓 受訓之後 又是優異生 於是就派到一個地方實習 那個叫做黑魯柏炮廠 這個黑魯柏炮廠 就是當時歐洲練炮最精良的地方 那黑魯柏炮在哪裡見到的呢 現在如果大家有去東莞 在東莞的沙角炮台 在炮台的門口 就有一支黑魯柏炮 那支是當時最精銳的炮 當時的炮是怎樣呢 是一個後堂炮 即是從後面入炸彈的 又不是以前那些 就從前面入炸彈的 所以這個很厲害 也說明了為什麼段祺瑞 在三個人裡面 最有政治的本錢 最有權勢 就是拍冰火 黃士珍被人稱為龍 其實有點隱喻 前天好像剛才有說 他們正王旗 因為三個人裡面 黃士珍受到清朝禮喻是最高的 曾經在1903年的時候 對不起 1908年的時候 曾經加許他 封他為正王旗 蒙古富都統 這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蒙古八旗裡面的其中一個副領袖 很厲害的 並且想頂戴 想頭品頂戴 這些就是十分之濃郁的對待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說法 但也有一個說法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腿抑制完小孩 當時原小孩已經是隱居了 去了荷蘭 去了荷蘭 回到老家 另一個說法 就是神龍見守不見美 這個人是聰明的 有事他就病壞 閃人 老江湖 沒有事就跑出來 這個人就是老江湖 而且他不理所謂的閒事 段祺瑞和馮國章之間的糾紛 他完全是不知的 所以這個人沒有捲入這些漩渦裡面 所以你看到 這個龍其實是泥秋 但他很聰明 在歷史上就說 第一次的直軟戰爭 即是直系軍閥和軟系 即是段祺瑞的戰爭 最後結束 都是由黃士真去挖船的 是 我們先搞清楚 什麼叫直系 什麼叫軟系 那大家先有個概念 其實北洋軍閥真的很混亂 因為我們會提到 直和軟這兩個系 都會經常說的 所謂直就是直核 直帝 直帝 地方名來的 河北和金山東 軟 有讀碗字 有碗的 碗也好 碗也好 安徽 安徽棧 所以這個 就是段祺瑞的出生 因為段祺瑞的口肥人 我想還講到一個奉系 奉系 奉系 東北 東北就是張祝林 張祝林 對兒子就很出名了 張學良 一講軍閥 又是直系 又是縣系 又是奉系 很多這些系統 可能大家會很亂 我想大家有觀念上 軍閥是打來打去的 今天我就 我和你 阿甲家 又是七國這麼亂 是 就是軟交近公 軟交近公 軟交近公 總之 共合連橫 大家都是在那裡玩的 打來打來 基本上不然均衡 我想開端 嚴格說 就是段祺瑞 馮國璋 走上一個真正的歷史舞台 獨當一面 就是 袁世凱 拜拜 現帝制之後 其實就是 昨晚拜拜 死的時候 是1916年的6月6日 拜拜 拜拜了 拜拜了之後 於是 因為他已經退了 不稱帝 退了為做總統 副總統 麗鵬 7日 麗鵬接任了 麗鵬做了副總統 然後 當時的 所謂內閣 國務院 找段祺瑞 當中還留了副總統 副總統 副總統厲害 怎麼做呢 就是找當時馮國璋做 這個就引起兩個之間的矛盾 是啊 但是就是這樣 馮國璋當時雖然是副總統 但是他的實力 勢力就是在長江的三個省 包括什麼呢 包括江蘇 包括今天的江蘇 以及江西 湖南一帶 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 而且當時 段祺瑞 那個叫做 那個總理 是吧 兼陸軍大臣 是 所以變成某個程度上 其實 他是嚴格那一刻的權力 比副總統更大 是 因為當時來講 副總統就是一個虛軍制 是 而段祺瑞 因為他在 袁世凱的時候 已經做了陸軍總長 就是今天的陸軍部長 掌管是當時來講的全國陸軍 鐵塔兵權 很厲害的 名義上 另一方面 就是 段祺瑞 本身也有很多政黨圍著他 有所謂安復系 安的意思是安徽 意思是福建 另一班 就不講不知 原來梁啟超等人 都是周旋在他們之間 滿清為老的徒弟 康尤為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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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王士珍很快就說完了 因為他的資料不是太多 短期稅多很多 短期稅和徒弟 短期稅和徒弟 也很多 待會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交代一下 王士珍 去到頂峰的時候做了什麼呢 結果都引退下來之後 什麼時候掛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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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好 好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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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黃士珍不算一個軍閥 說到不算 北洋軍閥其實他不算 起碼他沒有勇兵自重 他沒有一個直帝的部隊 說到這裏 所謂北洋軍閥 大家都知道 因為制度上 當時他沒有的省 設立了一個督軍 因為收入革命之後 本來還有一個省長 省長就是一個管民政 聽起來似乎省長大 不過不好意思 當時誰拿槍就大 軍拳 有槍才能說到事 搞到省長就聽到哪個督軍說 當時地方又可以抽稅 那些稅就給了督軍 給了督軍 因為我要去打仗 沒有打仗沒有糧響怎麼可以 但是又徵兵又徵錢 所以當時各個的督軍軍閥 大家都想做軍閥 因為軍閥就有錢了 然後又有督軍府 三二胎九二胎 一直數下去 有錢 當時大家 你看回以前李寒祥導演的一套大軍閥 軍閥 這個是標準的 這是山東 為什麼 一講軍閥 很喜歡用山東的軍閥 那些山東陰 是用來做比喻的 挺有趣的 那些軍閥 你知道是老粗 是呀 讀書不多 走到籃球場 看見 哇 十九幾人爭過球 神經病 跟著那個球爭 有人派過球 這樣也有 不過其實軍閥有些是讀書的 有些是老粗的 有些是科班出身 是呀 嚴格說 北洋三傑 因為正正是科班出身 其中兩個是教書的 自己有寫書的 譬國章和段祺瑞 自己寫教材 在當時北洋武備學堂裡面寫教材 武備學堂 而且他們兩個都搞得很好 真的不錯 所以他們屬於大軍閥 軍閥中之手 先集中講段祺瑞 這個很厲害 先說一下那一年的變化 那一年 一九一六 袁世凱就蓋身 第二制失敗 第二制失敗 德宮讀完軍事回來 又在小站 是啊 所以小站真是人才報出 名字小小 以為每個站在站一站 但站一站就不緊要 然後整個民閣被弄到七零八十 就是這班軍閥 坦白說 後來就去了保定 簽了去保定 這個就是段祺瑞 這個威風 是啊 很厲害 因為段祺瑞 中國在炮兵來講 第一支正規的炮兵 是由他打的 當時的炮兵是怎麼樣呢 根據記載 它有炮六十門 有四百幾匹馬 還有一千五百二十三人 從這裡可以看到 當時的炮是用馬拉的 比較原始 我們也講一下 那一年 1916就黎雄做總統 做總統 然後就 馮國章副總統 段祺瑞做 國務總理 三個人混在一起 當然 大家 軍閥開始 你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你 最開始誰不相信誰呢 當然是段祺瑞 所以不妥馮國章 他們兩兄弟 趕著說是兩兄弟 段祺瑞叫馮國章四叔 是啊 段祺瑞叫做四叔 是啊 四叔 還有叫他的家人 看到馮國章也叫四叔 所以令到馮國章覺得自己 哇 真的 地位超型 我的背份高 那世上就不是 初時呢 如果我講三個 麥卿剛才所講 麥卿雄 馮國章 和段祺瑞 其實麥卿雄本身 並非北洋系統 那變成了 袁壽海一死了之後 麥卿雄做總統 於是兩個就產生矛盾了 一個就是總統 我們叫做虎 因為總統虎為基地 一個叫做國務院總理 就是段祺瑞 叫做圓 所以歷史上稱為 虎圓之爭 那怎麼爭法呢 是爭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矛盾呢 其實他們主要爭 最主要一樣 就是因為 對繼位的時候 因為當時我們民國 1912年立了一個約法 民國約法 但是 黎元洪 對不起 袁世凱 1914年就改了新約法 改了新約法 總理委任國會 怎麼舊約法 其實當時就爭辯了一輪 最後就用了 1912年那個 臨時約法 臨時約法 委任所謂的議員 當時有議員 是 但是 吵吵吵吵吵 於是 就是不妥了 黎元洪 以及段祺瑞 虎園開始不妥了 虎園不妥了 因為黎元洪本身沒有兵 其實她開初就是武昌起義 然後做了大都督 然後被人捧上神桌 一直捧上神桌 最後又捧了副總統 後來做了總統 後來做了總統 原來沒有兵力 在這種紛爭之下 那一年就難牙了 1916到1917 最後被黎儀雄想想 沒有人幫忙 不如找個人去幫忙 找個安徽都督出來 一個徐州的督軍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張勳 是的 因為他們兩個人 黎元洪就要和段祺瑞 因為對德國和奧空帝國的宣戰問題 就有爭拗 他們兩個爭辭不下之際 黎元洪就要找人幫忙 找人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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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勳帶了五千兵入北京 威風從安徽到北京 其實都山上水縣 是的 沒錯 那怎麼進入京 原來發現 這班是鞭子兵 是的 黎元洪和段祺瑞 在對德的態度上有不同 段祺瑞想說對德宣戰 但是黎元洪就反對 沒有打仗 沒有打仗 沒有打仗和平的 大家聊聊一下 夠不夠打呢 一個是沒有兵的 當然不打 都是用謀說的 一個是帶兵的 帶兵的當然是想打 其實當時打是收回山東 是的 一方面收回山東 另一方面想借錢 借錢 日本人說借錢 因為當時美國人和日本人 都遊說中國去參戰 因為當時德國已經宣佈了 所謂無限制潛艇政策 就是說派它的潛艇 整個歐洲的海港 封了它 連美國也封了它 於是美國的船隻 就十分危險了 在這個情況下 張芬入京之後 因為段祺瑞 因為軍系就沒有了